您 刚才在睡觉吗 又睡一秒 那现在睡醒了吗 那我可以说事情了吗 算了吧 还是不说了 我忘记我要说什么事了 您 您继续睡吧 没关系 那就随便聊聊 好 聊什么呢 聊什么 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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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枪老师 您没在忙吗 嗯 在休息 嗯 嗯 您休息的时候喜欢做什么 睡觉 或者去录音棚 我要有这么努力 可以早拿拳奖了 她怎么不说话 今天您也去录音棚吗 嗯 也是游戏配音 嗯 嗯 那 那个 您已经 三年没有参加完美配音的周年庆了 我 今年怎么会参加啊 今年刚好十年庆吧 完美十周年 我逃不开的 嗯 嗯 你的聊天 很像是访谈啊 嗯 因为 我其实 不太知道枪老师 喜欢聊什么 我不在网上很久了 你可以当作是 现实认识的朋友 随便想聊什么都可以 嗯 嗯 嗯 那 江老师吃饭了吗 哦 对 其实我这个 问题也挺无聊的 还好 主要是不熟 熟了就好了 嗯 哦 我 想起来我刚刚要跟您说什么了 不容易啊 说吧 没关系 你说吧 就是我觉得 因为您帮我争取到了 合作翻唱的机会 网上开始出现了 一些不好的穿 但是呢 其实我一开始 我的想法真的很简单 能和这些老师合作 应该是每一个小同名的追求 但是呢 我现在就是担心 这些事 会对您有不好的影响 嗯 比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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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药粉 比如 很多八卦 嗯 他这么淡定 似乎 不太在乎 嗯 嗯 请进 莫医生 请我先个字 爸 有人找我 好 怎么会寻得 Ho 我们今天会给你 您的嘴巴 这些网友 好 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她就什么都不是 作为一名配音演员 最值得在意的 就是作品 除了作品 别人说什么 都跟我没有关系 盛盛 你是不是欠了我什么 对啊 我签了一首歌 没忘 强老师 您想听什么呀 我听哲美说 你会乐器 会一些 小时候学过钢琴 后来因为自己喜欢 古风的曲子 就自学了 古阵还有笛子 强老师想听我 边弹边唱吗 如果你方便的话 好 那强老师 您让我准备一下 不着急 我要先回录音棚 对 莫医生 过年好 过年好 吃个饭 甩甩打的 吃个饭 甩甩打的 吃你个火锅真不容易 你看 是不是啊 不是 走 孟老师回来了 你可算回来了 你过来给我评评理来 这俩小子 刚下飞机就让我在这儿买菜 他俩呢 就出两张嘴 什么都不干 他话还多在这儿 你看 这大过年的 你们配音组 找我们声部给你们录歌 那摆一桌不是应该的吗 我这提前回来 还不值得你请动火锅啊 那都是抽孟老师 你也没抽你 就是 提前回来家里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说提前回来相亲 这旅游找到了 真行 这旅游怎么了 这旅游非常好 你看 尤其对于一个 大龄试婚男青年来说 去 坐着一块吃啊 坐 我还有点事 你们先吃着啊 啊 被你俩骑走了 不吃了 你们先吃着 我觉得啊 莫老师有问题 这还用说吗 用你这抬头文 都能看出来 我滚蛋 我哪有抬头文 回去 这回莫老师啊 千年铁术 可是要开花儿了 好好吃 了 还 Senhor egard 那么吗 你还不想像 你还要 都可以 你有人会 你把你懂 什么 有没有 你 我